亞洲航空公司和科技公司來合作 之前進入在加亞亞重中心 想想看好無人機的證據 會進行研發行業 變成整個月在明雄航海航空 設定有生產無人機 變成的進入整個月中的議長七百年 對無人機的發展 能量不斷地再擴大 那亞創中心 目前為止今天我們的亞洲航空 還有天空飛行 那今天來這邊做接牌 也是把這邊的能量再擴大 那亞創中心現在目前為止 除了集結台灣無人機的能量以外 那實際上也有很多國外的公司 也有興趣想要來進駐到裡面 那比如說像捷克 那包括很多的其他國家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 那不只是國內的無人機能量 包括國外都可以在這邊合作 那進而能夠把無人機的發展 那用最快速的方式 除了滿足國內的需要以外 也能夠滿足國際市場的 整個所有的一個發展 管理王長良說 阿創中心接合了台灣無人機的能量 從捷克上國家也有興趣來進駐 能夠到外北台來合作 萬一國來我去試圖 亞洲這個無人機創新的這個研發中心 幾乎都是為我亞航而取的名字 亞創亞航跟天空 所以我個人非常開心這個姻緣 那第二 我的企圖跟我的願景是 想要讓我們天空飛行科技的飛機 飛行在整個台灣的這個上空 那第二個目標 是想要讓我們台灣的無人飛機 能夠翱翔在亞洲 這個亞太這個地區 那最後呢 當然就是行銷國際 亞洲航空黨署長如天靈說 他們的無人機選用各種大電源系統 當二月七月中建立廟後 會和各種槍凶作為來進駐 相信能夠為阿創中心帶來 各種技術以及合作的機會 為它創作主要的機會 讓提升經濟發展 記者歡迎大家觀察不到